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林 年底大扫厨很多小伙伴都喜欢擦一下咱们的玻璃 毕竟将玻璃擦得亮亮汤汤的 有客人来家里面,家里面也会显得更加干净一些 但是对于高粗的玻璃非常难以清洁到 那么今天猫林就给大家分享清洁高粗玻璃的好方法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看一下,家里面的玻璃里里外外都是非常脏的 而且很多污垢 特别是对于高粗的玻璃来说 咱们平时根本就够不到 要清洁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首先我们来调一个清洁液 在盆中撒入一小把小苏打 再倒入一小瓶盖白酒 挤入两泵洗洁精 倒入60度左右的温开水 用手将清洁液搅拌均匀 接着我们再将它装入我们的喷壶当中 这里我已经提前装好了 装在喷壶当中会比较方便一些 清洁液做好以后我们再来做一个清洁工具 这里我用到的是一件旧衣服 最好是选用这种纯面材质的 它比较吸水 再准备一个扫把 然后我们用这件旧衣服 将扫把给它捆绑起来 我们放好以后 接着再准备一个麻绳 或者是其他的绳子也可以 咱们将它固定起来 最好给它绑紧一些 放好以后就是这样子 我们再将清洁容液 喷洒在我们的扫把底部 也就是咱们的衣服上 将它全面的给它打湿 咱们只用喷一面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用清洁绳器开始清洁 大家看一下插过的地方 变得非常的干净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横着 这样刷洗就可以了 它的原理呢 有点像我们的汽车上面的 刷玻璃的那个机器 另外像高处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咱们这样轻轻一扫呢 就够到了 单手就能清扫到 给它插外处的玻璃也很简单 直接将这个扫把伸出去就可以了 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几个关键点 在试试序的时候 一定要两只手把扫把紧紧抓紧 避免它掉落下去伤到人 第二点就是人不能探出窗外 避免坠落 怎么样 今天猫林给大家分享的 清洁高处玻璃的好方法 您学到了吗 学会以后 不妨年底大早熟的时候 咱们记得用上哦 我是猫林 想要解更多 心心有趣的小妙妆 欢迎在影片下方 顺序点一个关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